歡迎 歡迎 臺北市長 柯文哲出席 敬禮未來論壇 發布臺北二零五零 敬禮行動願景 侃侃而談 佈置能源發展是全球課題 臺海情勢也是全球關注 全球首富馬斯克表示 為防止衝突 要把臺灣變成 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 一席化引來論戰 我們活在世界上 難道每天要看美國臉色 看中國臉色嗎 就一個外國人在那邊說三道事 我們投幣要抵抗 臺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主權 這個外國人 他在大陸有非常多的市場 他講他的 我們不需要理會 柯文哲黃申申雖然不用理會 而一項主張 應該跟中共加強對話的國民黨 則這樣說 他這個看法就是一國兩制 這個我們沒辦法接受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要捍衛中華民國 保衛臺灣 我愛中華民國 我愛臺灣 蔣萬安侯友宜打出安全牌 沒正面評價 馬斯克言論 轉個彎喊 保衛中華民國 不論馬斯克的特別行政區之說 是考量商業利益不得不 還是真心認同特別行政區 這番話都已經在臺灣政壇 選戰中掀起論戰 下集團 林凱俊 俊俊 還不報道